大家好 我們來看 張孟芙 每日一字 好這個字是 沉 沉坐的沉 騎沉的沉 那 他也有幾種變化 那我們一般的 凱書 繁體的寫法 比較 不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繁體這邊一撇 橫畫 然後有的人會先寫這邊 但是我個人喜歡先寫 中間 先把它踩穩了 再來寫 然後左邊 右邊 記住 對稱性 斜度 間隔要做出來 那一般呢 這是一撇 然後一個縫 要寫均勻對稱 然後中間這一書 不要寫太板了 那有沒有比較省略的 這種寫法 有 這裡 這個就比較 快速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快速的寫法 接近 行書 那這時候呢 就不事先寫書畫了 行書有時候是 那個 連續性比 一些 就比較相對的重要 然後再過來這裡 這裡這裡這樣過來 這比順要小心 然後再來就是比較 我們來看就比較這一種寫法了 就說我們中間這兩個 那個 就這個北啊 這樣寫太麻煩了 會把它串在一起寫 所以就變成 類似我們這個字 但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 1 2 好 這個 筆順很多種 一個是在一個 先塑化 都有啦 都有都可以 這個就不用在這裡 特別的再去 講一遍 因為這是 炒字頭的寫法 本來就很多種 就是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好 這種 張夢福的寫法 再來呢 就把它串起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串起來的寫法 串起來寫法還蠻多的 這樣串起來 這個 蠻常見的 過來這裡 這層串起來了 再來 有沒有更快的 有 我們來看一下更 省略的寫法 就是 把這用 從這邊 就是說寫完之後 我們這 帶 省略這個短的 也不要寫那麼長的 我們來看一下 它接近 草塑的寫法 省略一個橫畫了 橫畫 然後這裡不要了 帶上去 好 然後這裡 有一個 短橫畫就好了 帶 然後再來寫這個小 也就是說 這短 省掉這一段 然後這個寫短短 直接下來寫這個小 這個蠻常看到 這種寫法 好 那更省略最後一個 這已經接近草塑了 草塑寫法就是這裡 來看一下直接 帶過來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也就是說 把這個橫畫移上去了 總不能都沒有橫畫 所以它有時候省略上面的 多下面 有時候省略下面多上面 但是最終都是 由這裡 跟這個小來判斷 這個字 這要知道這個 怎麼去知道 未來碰到的時候 怎麼去分析 分辨 那我們來看這個 趙孟武這個字 好 層 我拉高一點 這裡一撇 帶過來 先寫這裡 帶上去 然後再一個 從下面繞上去 拉長一點 再從底下帶上來 繞一圈 好這個勾還蠻長的 帶過來 左邊一個點 右邊再一個重點 拉出來 拜拜